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小编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胡伟兰的牵插方法 操作步骤是这样的 剪下一段枝条 随便往图里一插 就能长根成活 柳树枝条中有水阳酸 具有益菌 促进植物细胞分裂生根的作用 将柳树嫩枝条剪下来 剪成小段 砸碎放到盆里浸泡 三天之后用来浇胡伟兰 胡伟兰小芽猛长 一下子窜出来11个芽 小芽长出来以后 把它放到阳光下 让它吸收一个小时的光 随后再将它浇水 浇水适量 再芽芯把水滴进去 这样有利于它的生长 胡伟兰正常生长后 要随时进行护理 每天适当浇一点茶水 茶水的良性 可以让胡伟兰更加的茂盛 其次就是在根部的地方 把泥土松动一点 这样有利于胡伟兰的正常呼吸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养花资讯 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